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亚裔推动洛杉矶线监视会规模扩增计划 第65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在美国夺魁 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的亚裔夜市人头几几 华裔作曲家互动音乐作品在林肯中心上演 华裔二人组合乐队推出新专辑并北美巡演 描迹美国人社区的艺术疗愈探索 作为亚裔在音乐电影艺术的里程碑的花骨歌 亚裔推动洛杉矶线监视会规模扩增计划 刘云平、赵美新等一些著名的亚裔美国领袖 7月25日表示 支持增加洛杉矶线监视会的席位 以提高亚裔的代表性并增加多样性 自1912年成立以来 没有亚裔美国人在委员会中任职过 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边缘化 如今 亚裔美国人的人口已增长到约150万 占该线的15% 亚裔美国人社区因选区规模过大 而受到不公待遇 增加席位数量可能会导致选区以亚裔美国人为主 其他支持该扩建计划的人士 包括亚裔美国人自我父权中心 COS和亚太裔平等联盟 AAPI Equity等组织的领导人 以及地方议员 第65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美国夺魁 由美国数学协会 美国数学竞赛 MyAMC赞助的美国队 在2024年7月11日至22日 在英国巴斯举行的 第65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EMO中 夺得第一名 6名年龄仅16至18岁的高中队员 还因其出色的个人表现而获得奖牌 个人得分基于六道难题的解答 EMO是世界顶级的高中数学竞赛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年轻数学家 今年 共有108个国家的609名学生参赛 这个以亚裔为主的美国队 以192分的成绩夺冠 其中 Alexander Wong和Jessica Wong 为列个人排名第三名和第五名 Jessica Wong 还是自2007年以来 第一位加入美国EMO团队女生 此前 美国队完成了由前美国EMO负责人 Pershon Law设计和运行的夏季强化训练 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的亚裔夜市人头积极 俄勒冈州亚裔人口聚集的地方 比弗顿 Beaverton The The Round 本周末举行了亚裔夜市 该市场去年11月 在波特兰首次亮相时 吸引了超过13000名参与者 组织者预计 本周末的参与人数会更高 市场将有大约150名 95个摊位提供食品 烘焙食品 文化艺术 珠宝 护肤品 陶瓷等 同时在乡邻的Patricia Risser艺术中心 还将举办室内活动和表演 组织者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亚裔美国人提供空间 让他们能够舒适的聚在一起 此外 当地的蓝苏园 Langsu Chinese Garden 也在这个周末举办了第二届汉服时装秀 展示了中国传统服饰汉服 以及受汉服启发的当代创新时尚 华裔作曲家互动音乐作品 在林肯中心上演 华裔作曲家 指挥家黄若的互动交响曲 福音之城 City of Floating Songs 25日和26日 在林肯中心节日 管弦乐团的开幕式上演出 这个创新性的音乐作品 让参与者在到达音乐厅之前 就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聆听冥想 新作品的片段 在沿着路线 最终到达林肯中心的过程中 参与者们一起欣赏沿途的音乐 多部手机同时播放不同的音乐 仿佛演奏一曲交响乐 乐团表示 通过音乐和艺术 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恍若1976年生于海南岛 现任职于纽约曼尼斯音乐院教授作曲 亦是红火乐团 Ensemble Fire的艺术总监和指挥 纽约客杂志誉为世界最杰出的青年作曲家之一 他以其独特的声音而闻名 将中国民乐与西方前卫音乐融为一体 华裔二人组合乐队推出新专辑并北美巡演 华裔美国人双语流行夫妻组合 华裔美国熊 Chinese American Bear周日发布旋律优美的新单曲 好吃好吃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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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辑WOW 将于10月份发行 他们并同时宣布了届时在北美各地的巡演计划 该乐队由Brasparstan和Anton组成 他们创作的DIY流行音乐融合了中文华语流行音乐和西方独立流行音乐经典 歌曲在英语和普通话之间来回切换 捕捉到了跨文化的喜悦和渴望的精神 这首单曲是关于面条的 我们一直想写一首关于面条 我最喜欢的食物的歌 这首歌就是我们想要的 在亚洲文化中 吃面条时发出的吸溜声 被认为是对厨师的赞美或享受的表现 因此 我们自然而然的 要把这种令人垂涎的声音 写进一首关于面条的歌中 描迹美国人社区的艺术疗愈探索 Catty Cowan的音乐剧 Again讲述 那苗族美国人如何通过与亲人建立新的联系来治愈人际冲突 这部音乐剧描绘了苗族家庭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冲突 而不是诉诸暴力 艺术家表示 苗族因为战争而来到美国 我认为一些美国人延续暴力和创伤的叙述是因为这很容易 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是人类 有家庭 就像任何关系动态一样复杂 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化 充满了艺术 我希望这部剧能反映出这一切 作为艺术疗愈的一部分 他认为创伤康复包括所有形式的护理和健康 药物可以有多种形式 而不仅仅是药丸或化疗 精神方面的疗愈也是一种途径 作为亚裔在音乐电影艺术的里程碑的花骨歌 亚马逊的Prime Video 最近上线了1961年的花骨歌 Flora Drum Song 它根植于亚裔和美国文化 是音乐电影的里程碑 改编自百老汇音乐剧 该剧则改编自美籍华裔作家李锦阳1957年的小说 充满活力的音乐剧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化的丰富性 该剧的配乐只根于美国和亚洲文化的影响 包括《我喜欢做女孩》 《一亿个奇迹》和《格兰特大道》等歌曲 这些歌曲都成为了标志性歌曲 为这部音乐剧的持久人气做出了贡献 据《名利场》报道 这些歌曲具有革命性 因为它们提供了展示亚裔美国演员多元化才华的机会 为好莱坞亚裔美国演员树立了积极形象 并帮助巩固了关南师Nancy Kwan的职业生涯 该片探讨了代际冲突和移民经历等主题 留下了持久的文化和艺术影响 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花骨歌》的上映恰逢民权运动 这是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花骨歌》最终成为一部在评论界和票房上都获得一定成功的电影 并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奖和两项金球奖最佳影片奖提名 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上映的同一年 《西区故事》夺走了这部亚裔美国音乐剧的所有奖项 尽管如此 第一部亚裔美国好莱坞电影 为未来由亚裔美国演员和工作人员主演的电影铺平了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